結束喔,那怎麼知道到底是不是範圍還是表格 其實如果是範圍的話,你會發現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話 上面不會出現那個... 我們剛剛有用錄字聚集把它錄下來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方法 XM input,其實蠻好理解的 後面加了總共有三個參數 就是URL網址 然後好像就是這幾個啦 這幾個其實應該蠻好理解的 我們就不去變動它 那可是要變動的部分呢 大概有兩個地方可能要需要再改一下 我的習慣是希望 習慣是會在匯入這個XML的時候 前面再加一個,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Sales.clear Clear的話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把它清除掉 這個跟前面的其他範例都一樣 就是先把舊的資料先清掉 然後再匯入新的資料 OK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剛剛錄製的時候變成沒有幫我把它轉換成範圍 有沒有,所以剛剛我一直行 有沒有,它這個地方呢本來有錄製 但是卻沒有變成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它好像沒work 那範圍跟表格最大的差異 就是如果假設你看到 你油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上面有一個設計的一個 這個頁面的標籤的話 那顯然它就是一個表格 所以很好辨識 那這個好像對有一些同學是真的是蠻障礙的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假設你沒有特別的需求 我建議啦 一律你乾脆就是把它轉換成範圍 這樣子就一勞容易了 那當然它這個設計 它表格 其實我覺得它蠻漂亮的是說 它這個顏色都幫你把它樣式了 但是有的時候反而我不太喜歡這個樣式 因為這個樣式有點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可以把它恢復 恢復的話這邊有個要清除 有沒有,你甚至可以把樣式清掉 然後甚至當然如果你喜歡啦 這邊可以真的可以調整成 你蠻多的花樣子啦 不過我還是習慣自己加上去 我太喜歡用它裡面內餡 不過這個沒有關係啦 這個自己個人喜好 但是啦 如果假設你這些都不喜歡的話 記得啦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範圍 把它按下去 這樣它就恢復了 OK 它會跳這個啦 把它恢復 表格是有個好處 是如果你公司的話 對 你想一拉它 可是有小老鼠嗎 對 它就自動通通戴下去 沒錯 那你就不用再拉 所以表格 表格如果用了習慣的話 是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用不習慣的人 就覺得很障礙 OK 那這個表格其實 英文的名稱就是table table其實指的是把它當成一個資料表 也就是把它模擬成一個資料庫來使用啦 OK喔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的習慣很好 但是如果你用不習慣喔 那沒關係你可以把它轉換 所以當然我目前啦 假設我用不習慣 我不喜歡的話 那我可能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希望把它轉換成範圍 但是剛剛各位有看到啦 你們錄製應該也會 錄製的時候發現有錄 但是它卻不產生這個對應的程式嘛 其實以SEL裡面錄製聚集 不是萬能的 有蠻多地方其實是 沒辦法幫你錄製的 OK喔 所以啦 不過啦 至少90%以上應該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部分的地方 就是不行 那不行也沒關係啦 反正它的原理原則 大概掌握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寫出來 那所謂的那個表格喔 其實它的物件名稱喔 叫做list list list就清單 上面加一個object 所以它的名字 那它是在工作表物件的下一層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這個 轉換成範圍自己加上去的話 那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其實就一行程式 就是什麼呢 叫做list 目前的工作表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list object 然後呢 後面的方法就是叫unlist unlist的話 這個un應該是反嘛 把它變成不是list 所以其實 表格的英文名稱應該就是 翻譯成表格 可是實際上它是一個list list就是一個清單耶 所以比較正確的翻譯應該叫清單 好像比較精確一點 可是它卻翻譯成表格 讓大家有誤解成它是一個table OK好不管啦 反正這個list object指的就是表格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把這個 轉換成 不是轉換成範圍的話 那實際上喔 第一個喔 你可能要知道是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假設不知道的情況下 那我就跟他講說 目前的 ActiveShoot 然後底下的話呢 你就再加一個 那個叫list object list 加S list object 那 習慣上打字都打小寫啦 如果你移開的話 它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沒拼錯字 可是如果你移開的時候 發現奇怪 它怎麼沒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應該是拼錯字 我剛剛不是都打小寫 那有的時候都會忘記打S啦 所以你S沒打 移開 它怎麼也變 所以好像沒打S 有打S 不過記得你自己一定要補一個S 然後呢 要把它unlist u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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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st就是轉換成範圍 OK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執行的話 假設你沒有指定哪一個物件的話 它應該會發現錯誤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行喔 執行一下 它會出現說 物件不支援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指定 它到底哪一個表格的話 它不知道說要幫你把哪一個表格變成範圍 所以你要跟它講說 我要的就是第幾個啦 那因為我之前試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從零開始 因為它如果一個工作表裡面 會建立一個表格的話 比如會錄一個 那就第一個 會錄第二個 就第二個 那我以為從零開始 後來我發現 零好像不行 欸 蠻奇妙的 正面所影超出範圍 原來你知道 以S有裡面的物件 它的編號居然從一開始 這蠻妙的 因為所有城市都是從零開始 以S有裡面有蠻妙 它跟以S有 有些地方又從零開始 有的地方又從一開始 這是沒有統一 不管 反正記得 歷史object的話 它要跟它講說哪一個表格 第一個表格 幫我把它轉換成範圍 OK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 郵標縫上面 設計的那個標籤就不出現 那表示已經轉換成 這個範圍的 OK 所以開發人員看一下 不是開發 那個公式裡面 名稱官員看一下 欸 這個還在 我看一下 對應的範圍 還是這個應該是不是其他的 有可能是這個 我把這個刪掉一下 我可能是其他工作表的 我剛剛匯入太多 我看一下 名稱官員裡面就沒有了 所以把它轉換過來就OK 所以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我剛剛針對 我們剛剛錄製的這個程式 然後呢 我們主要是 加了兩行敘述 第一行的話 就是把舊資料給刪掉 Sales.clear 這比較簡單 第二行的話 就是針對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那個list object 因為這個沒辦法錄製 那理論上 當然是 下載一點點第一個 所以呢 我就跟他講說 第一個表格 把它轉換成範圍 就unlessed 這樣就OK了 再跑一下 這樣就OK 好 這樣沒問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你說老師 那可是 這個是針對 這個範圍OK 那如果假設 我的資料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 網路上的其他的那個 XML有沒有辦法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 所以你可以找那個 這個PMN5 下面好像有相關的 相關的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這個 河川水質監控資料好了 然後點擊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下載這個資料 這資料好像 太多欄位了 換一下 我們不要弄話複雜 這個好了 水污欄 你們自己找一個 藍位數可能不要太多 不然會至少麻煩 那這樣的話 我們試試看好了 其實 原理原則都知道的話 那很簡單 如果假設 我把這個 把這個 剛剛那個程式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就改這個UI 所以我把它匯入 也許把它複製到這邊 然後 給它換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叫水污欄好了 就是拿這個 底下加一個底線 水污欄 然後我只要改那個什麼 改這個 網址部分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但是記得 網址貼的時候一樣 它好像也是會增加 貼的時候不要貼錯 因為這個太長了 這個選的時候 記得 也不太好選 所以我的習慣是按shift鍵 然後一直再按向右鍵 慢慢去選 選到這邊 你可以先delete掉 確認說 頭跟尾 因為我發現同學 這個地方比較有障礙 因為 掃這個 要不然掃那個 就變紅字了 只要你的 這個前後 確定是雙引號 再把剛剛的 那個文字貼上 然後貼完之後 按一個home鍵 跳回去 檢查一下 前面這邊有沒有空白 沒有 那應該OK了 那再來試試看好了 那應該喔 所以我們什麼事都沒做 只是把這個程式 複製貼過來 然後趕跑一下 清掉舊的 然後把那個水污染資料 再抓回來 然後把它轉換成 那個範圍 這樣就OK了 不過這資料好像有點太少了 這樣而已嗎 還是我誤會了 好啦 沒有 它只是一個網址 它這只是一個UI 不然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開它 這個 這個是不是說 它裡面還有其他CSV 我是沒有特別 你們就找一個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盡可能就是可以做到 反正就是加快 那個處理的速度 那因為 以Xio本身具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只是 把它再加上那個 錄製劇齊 然後讓它可以 適用在別的XM 其實也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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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